澳洲的麥爾本曾經榮獲為最移居的城市 在這個城市滿部嬉嬉揚揚的小巷 世界一流的餐廳和迷人的博物館 有平然心動的城市風景 寬闊的大街和來往穿梭的電車 還有激烈的運動比賽 你都可以在這個體驗上完完不絕 精彩刺激的活動 這一切都會歸功於這份叫做Hotel Grid的城市藍圖 而這張卓越和充滿遠見的城市設計道 竟然是由1837年來到Melbourne的Robert Hotels 所繪製而成 如果想聽聽他的故事的話就不要走開了 大家好,我叫沛豐 多謝收看我們的麥爾本歷史三分鐘 喜歡的話請給個讚和訂閱吧 看過前幾集的朋友都知道 麥爾本這個城市的創建之初 並沒有獲得殖民地政府的授權 但是開始就越來越多牧羊人就遷移到這裡了 由1835年那兩個團體 在John Beckman和John Pascoe Flockner 開始短短兩年已經超過300人 總共有5萬5隻羊在這邊了 同時也開始了羊毛生意 建木耳城州 因此新州的總督Sir Richard Berg 派了43歲的Robert Hotels 去探查地形和設計使用 而Robert仔一到達就眼界大開了 他見到的不單是河邊一些零零落落的帳篷和貓寫 他見到的就是這個將來會演變成一個主要的都市 在這個都市市民與訪客將會樂意不絕 那麼藍圖的初版設計 是由東面的Spring Street 到西面的Spencer Street為界的 南面由Finder Street到Londell Street 整整齊齊地規劃成一個長方形旗盤式的風格 再把土地細分成48份 每份為半個Eggar的土地 主要道路一直設計成99尺 這種這麼寬敞的路面設計 是方便以後能貫穿於市中心的電車系統 以及汽車的來往打下基礎 市中心亦留了很多官地和公園 方便以後發展之重 這個是今天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發展藍圖 在差不多1837年 還未開始塗這麼熱 甚至密室還是一個鄉村 四周一片荒涼的時候 其實這個設計是充滿了前瞻性 以及非常有軟件的 藍圖設計完成之後 羅伯仔亦被當時的地方官 Captain William Nonsdale 授權於6月1日 拍賣48庫官地 羅伯仔亦在Bird Street和Spenser Street的位置 買了兩塊地 他以後中期一生 亦居住在這個城市 羅伯仔不單是一個優秀的測量官 在他一生 他規劃了很多 其他地方 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畫家 現在很多初期的麥爾本的風景畫作 都是出自他的筆下 這些畫作雖然不說得上是很有藝術成就 但他就被世人留下這個麥爾本初期的人像 而他那間位於現在Sundkot Station和Bird Street交界的建築 在他過世之後 就拆了重建 就成為General Post Office 那現在這個叫做Mail Exchange Hotel 如果有興趣知道當年的拍賣地價 可以看回我第一集的內容 好了 今天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請幫我按Subscribe Like Facebook Share Thank you 拜拜